今天在这边跟大家直播 跟大家分享一下 韩国的大小事情 不过今天这一集 可能你听起来会觉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卢泰宇总统 不过我们先讲一个 就是大家都一定都知道的 怎么又来了啊 是什么事情啊 就是呢 金正恩 金正恩 真的是最近外门又报导 金正恩 早就挂了 又被处决了 而且还是他的妹妹 金宇正发动政变呢 到底我们看到的金正恩 是浅重有成20公斤的 这个金正恩呢 还是我们之前提到了 非常非常多的替身 来看这则新闻报道 有大标题写着金正恩已死 下方还加上副标 是妹妹金宇正发动政变 谋杀亲凶 美国一家八卦媒体声称 金宇正在今年五月六号到六月五号之间发动政变 推翻并处决金正恩 六月之后出现的金正恩 统统都是冒牌替身 而六月初正好也是金正恩首度被拍到 报寿表带超松的模样 外界当时就怀疑瞬间报寿这么多 极有可能不是本人 报道中还指出九月出现的金正恩 已经有脸部辨识技术证实并非本尊 行为举止也和过往大不相同 金爆本尊已经被妹妹金宇正推翻政权杀害处决 从中内容传得沸沸扬扬 逼得南韩国情院紧急出面辟谣 其他美国媒体也吐槽 若金宇正真要找人代替金正恩 何不找个胖一点像一点的替身 才能更天衣无缝 另一方面北韩近来频频试射飞弹 美国对北韩核武谈判代表金欣荣 最近多次跟南韩商讨朝鲜半岛情势 金欣荣再度重申美国对北韩并非抱持敌对立场 呼吁北韩尽快重回谈判桌 别再用核武代替对话 记者综合报道 好 大家看到这些新闻 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图 就是金正恩真的是 好像就是我们上次提到的 一下胖一下手连 大家都会去关注她的这个脚 穿的是凉鞋 上次我们有提到了 还有她的手 那到底减20公斤也是很厉害的一件事 所以我想也想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想知道她到底减重的这个配方是什么 不过呢 美国媒体就是之前呢 报道这个北韩发生政变 大家可以看到刚刚有一个女生 那女生呢其实就是金正恩的最喜欢的包妹哦 可是呢就是就是大家就是说 北韩的最高领导人呢 金正恩呢已经遭金宇正 金宇正的名字听起来很难很难信 但是就是那个妹妹 就是她很亲爱的妹妹 已经遭金宇正处决了哦 等于是金宇正发动这个政变哦 不过呢最近呢南韩的这个情报院 国家情报院 赶快啊 我24号的时候赶快驳斥说 这些消息不是属实的 不是替身啦 因为之前我们看到 你看到那个画面 导播cue一下 那个他的图哦 真的是很多 一下呼胖呼售呼胖呼售 有好几个版本哦 大家可以看 导播可以cue一下那个画面 其实金正恩为什么会被大家这样以来 就是因为说他今年以来公开露面的这个70天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5%这个数字哦 那朝鲜劳动党呢 也就是北韩的执政党呢 在开会的时候 已经不再悬挂已故领导人金玉成 也就是金正恩的祖父 以及金正日金正恩的父亲的照片了 那劳动党的内部呢 也开始使用金正恩主义一词 显示呢金正恩开始已经构足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了 那至于金正恩刚刚我们讲到说 到底是不是他枪决了他 还是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这个最宠爱的这个包妹 也就是今年呢 这个金宇正就是国务委员金宇正 他今年的权利一直在上升 一直在升官哦 金宇正呢 今年出席的公开活动次数为34次哦 较去年同期的17次增加了百分之百 所以国务委员认为呢 金宇正除了主管外交安保相关事务之外呢 也会到地方出席这个非公开活动 再向这个金正恩报告 等于是说金宇正呢 就是除了就是主导外交啊安保相关事务 这秀妹俩就是互相来这个一起就是搭配 但是也有人说政变 也有人说这你看从2010到2018 到底这个真真假假连牙齿都有人看 我们赶快连线这个韩国文化资深的文化研究者 庆德 庆德在线上吗 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 庆德我们又看到金正恩 又出现了这个被处决的这个状况哦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觉得是减重还是金宇正真的 他如果是他最亲爱的妹妹怎么会 会这样抢卷他呢 对没错 那个我们金正恩 欧巴又出现了 没有刚才那个水晶主播讲的非常好 好像我们上个礼拜还是上上礼拜 其实水晶主播提过好几次吗 如果还没有收看的朋友可以稍微回复一下 可是我要说啊 这个资料只要是出现于哪边呢 一个美国的报纸叫 Global的环球报所报出来的 他说金宇正啊 金宇正啊 已经在今年的5月到6月5号 已经刺杀所谓的金正恩了 可是就我看 就我看来 第一个他时间落差真的非常非常大 讲经现在几月了 现在已经10月了 已经5个月了 5个月了 所以透过这时间我们可以想说 这个资讯也没有落差呢 5个月才传出这件事情 会不会是谣传呢 然后第二个啊 其实我一直觉得 金正恩的生根石啊 其实我们外人真的很难推断 我随便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我想说很多我们忠实的观众朋友 你想说去年 一定有听到一个消息 就是什么 我们那个金正恩 金正恩领导者 他他是因为什么手术的关系 那时候传出什么事 因为心脏手术啊 然后导致他已经成为植物人 然后他消失了快 两三个月吧 然后突然再一次 所谓的那个动工典礼又出现 真的吓到全世界所有的人 所以我觉得金正恩啊 他的生根石 其实全世界大概只有一个你知道 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拜登 没错吧 对啦 你刚刚想到心脏史 其实因为包括那个金正恩的副祖辈 都是心脏疾病离世的 所以金正恩有一 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 没有公开露面 大家都是说是不是他病重了 不过我想大家先切 把我的画面先切掉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 导播可以帮我切一下 这个2020年有一个 他那个很胖的画面吗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2020年有一个很胖的画面 不知道你有看到这张 就是前面有很多那个 有那个车 啊就是真的有 跟现在比起来这次出来的照片 真的是差蛮多的吗 对 因为对因为我记得好像我们上一集 还算前面几集 其实水晶祖辑 透过什么他穿的凉鞋啊 改变是不是真的 还是真的金正恩 还是假的金正恩 或者通过什么手表 他的那个表带变松了 哎我们在推断 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可是我觉得刚才我提到 全世界大概只有拜登 拜登知道吗 第二个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其实北韩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国家 非常神秘的国家 然后我一直觉得啊 金正恩生跟死 其实我一直认为是怎么说 是他的统治术 我一直我一直还觉得金正恩是还在 只不过他 其实他身边应该是蛮多替身的 为什么 如果一个外来的 就是所谓的外部的国家 能够完全掌握北韩的状况 今天金正恩在哪比 金正恩在哪里 或者是他的什么 身体状况 其实对他们统治那个国家 北韩的话 其实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我觉得我是比较倾向于 其实金正恩现在还是在 只不过他替身是真的 可能是好几个 然后第三个 我再提出比较有趣的 其实金正恩 金正恩万一如果不幸过世的话 其实我们会 得到消息的话 大部分都会经过大概两周的时间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第一个 我们知道北韩的资讯 比较有比较封锁嘛 比较封锁 所以基本上都要透过所谓官媒 来宣布 有没有 第二个我举个比较实例 就金正恩 金正恩他的父亲 金正日 金正日 他那时候过世 他是因为所谓的心脏疾病 然后死在那时候他去 释反的火这上面 可他死的时候 北韩人完全都不相信哦 为什么 因为对他们来说 统治者像什么 像神所谓的常白山的血统 神一样 神怎么能会死 所以他们在当地还流传一首歌 是有什么 大将军会使用什么 《飞天钻地法》 有这首歌哦 他觉得什么 金正日他不是死掉 他不是什么 突然他钻去 钻去其他地方 飞去其他地方 所以那时候你跟北韩人说什么 哎他们领袖神 他们完全不敢相信 他说没有啊 他越变成信仰的感觉 对 变成一个信仰的感觉 所以 所以基本上 你如果跟北韩人讲说他们领袖 如果有不信 他们基本上北韩的民族 是不太会相信 因为他们就像神一样的存在嘛 然后第二个就是北韩是个神秘的国家 基本上我觉得 生跟死一定要由他们从官方来公布 我觉得这才是真实的消息 可是就目前来看啊 所谓替身的话 我觉得只为是金正英一种统治手段 他要让外人 没办法掌握他的行动 对 所以应该这样讲 我觉得他也蛮 就是等于是说有蛮多个分身的 就是说他的分身 然后让大家就找不到到底他在哪里 所以真的可能 有很多很多个替身 但是他目前 你刚刚说的可能只有拜登才知道 好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到的 就是金正恩 这个刚刚我们提到了嘛 就是北韩的这个部分 大家就是大家又说 他怎么又 又来了那个概念 但是好像有一个比较 在南北韩 这一周其实事情都蛮大的 就是南韩的前总统卢泰鱼病逝了 那他曾经呢镇压了光州事件 也推动了民主化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可能很多 说到南北韩 大家可能都知道 很多南韩的这个总统 大家可能只知道就是说 哎他是只要南韩的总统最后都会去坐牢这样子 但是呢 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卢泰鱼 这就是南韩的前总统是谁 我知道啊 因为我小时候那时候 小的时候还哦 还在 还在念书有念到 有 那个时候还有遇到 那个汉城奥运的时候 这个呢 就是前总统卢泰鱼 那他是呢 南韩民主化后首任的民选总统 而卢泰鱼呢 他在26号也是这一周的时候 因病去世 享受88岁 你可能不认识他 但是很多韩剧和电影 包括很有名的 我只是计程车司机 正义辩护人 十字工房站 华丽的假期 那些 那时候那些人 都有记载着他的轨迹 就是广州事件 就是这位前总统 卢泰鱼镇压的哦 因为在21世纪以后呢 有非常多的电影跟电视剧呢 再度揭露了这段黑历史 那我们很想问一下 就是说 就是 这个就是他年轻的时候 我们再问一下就是 就是到底 庆德秀 到底这个卢泰鱼 是一个怎么样的 前总统啊 总统是不是 争议真的蛮多的 你知道吗 对对争议蛮多 的确刚才水星主播提到 其实这个 这个礼拜在韩国最大条 在南韩最大条 就是这条新闻啊 就是他们第13届的总统 那个卢泰鱼他过世 10月26号翔年 88岁89岁 然后其实他在韩国历史上 其实是一个非常争议的总统 怎么说呢 因为 我很快的稍微带一下 这个韩国历史 我们都知道吧 蒲警惟他爸爸谁 就是所谓的蒲正希 那时候他因为 就是被那个部署开枪打血 那时候南韩开始政治 就是有点政治动乱 社会动乱 那时候出了一个什么总统 就是所谓军人出身的全斗晃 全斗晃总统他活他 他现在还在世 只不过被软禁在哪边 在所谓的首尔一个官邸 不能让他出去 全斗晃是不是跟这个 卢泰鱼也是好朋友啊 对就是卢泰鱼的善师 善师 然后全斗晃那时候 发生一件所谓叫 光州事件在1908年发生